本節目每週二 週五 在乾淨世界讀播 歡迎訂閱精英論壇 在乾淨世界的頻道 四個月中共軍方有20多名高級降臨帝王 至少有12名院士死亡 現在在中國還出現什麼情況呢 叫骨灰房 比你賣居住房的價格還高 中國老百姓自己在過去幾年裡面 整體的免疫力實際上是下降了很多 李洪志大師不久前說過 這次疫情是針對共產黨來的 人的精神狀態對人體的健康影響巨大 共產黨的群眾運動就是 建立在這種妒忌怨恨的情緒之上的 那個免疫力就會受到更大的摧殘